我目前30年的人生里 只有一段感情 这段感情现在想起来的话 会让我觉得自己 有很多不太对的地方 也许人总要经历一些事情 才可能会成长吧 大学的时候 有个女孩总是偷偷地关注我 有一天她还托我的同学 要了我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认识了 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她是比较依赖别人的性格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女孩 是那种比较独立的 我当时对她没有那么心动 只是因为没有谈过恋爱 对她又没有坏的印象 尝试着相处 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确实在我们的感情当中 也是她更多地迁就我一些 那个时候我很喜欢看动漫 我总是拉着她陪我看 虽然说她不太喜欢 但是每次都妥协 看到一些精彩的地方 我就很激动 但是她就没有反应 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 她怎么这么不走心 我就不高兴了 我们的感情持续了三年多 临近毕业的时候 她准备回老家 但是也是因为喜欢我 一直没有开口提分手 我知道她很难说出分手的话 我也不想让她不开心下去 加上我们对未来的规划不一样 我就主动地结束了这段感情 当时第一次谈恋爱 自己也不够成熟 也不懂得去换位思考 如果再谈恋爱的话 我再也不会让女生受委屈来迁就我自己 前两年也有朋友帮我介绍过一个女孩 当时也想往恋人的方向去发展 刚认识不久的时候一起吃东西 聊着聊着她突然对我说 其实她这是开玩笑的 但是我是认真了 是不太好吧 气氛就有些尴尬 这次约会之后呢 我感觉自己表现太差了 就到网上学了很多小细节 比如说过马路让女生走内侧 吃饭的时候先给女生拉座位 果然还是很有效果的 但是后来女孩有个习惯 我很不能接受 她总是在我很忙的时候 给我分享她每天遇到的各种的事情 她会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分享欲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她的这种分享欲 太影响我的工作了 我忙起来顾不上回复她的消息 她就会着急地发更多 我也不太想去改变她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们最后 也就没有继续再往下发展 我喜欢有自己的目标 有自己独立想法的女生 希望遇见你 开始一场旗鼓相当的爱情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刚刚对你短片中 就是说不要一味地去迁就别人 这一点非常地有共鸣 你越是想得到一个人的爱 你越是不会得到那个人的爱 所以我感觉在恋爱中 还是要保持自己独立的性格 坚持自己的观点 但是就是你刚刚 关于分享欲的那个问题 我看过这样一句话 我不曾关注过天空是什么颜色 也不在意马路边的奶茶店是否开门 我跟你分享这些没有意义的内容 无非就是想使我们的爱意连结 我的生活太普通了 但是因为有了你 我觉得我的生活非常地幸福 当我对你已经失去了我的分享欲 就说明我对你的爱意 也在慢慢地消耗了 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女生的话 她的生活的方式的话 和我的生活方式 包含工作的方式的话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一直是觉得感情这个东西 是没有任何对和错的 只有合适和不合适 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才会导致最终出现了 就是我会感觉到 她可能会打扰到我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最多的还是 我们两个是不合适的这个原因 只是不喜欢 忙只是她的表象 对 我觉得就是不够喜欢 最后一个问题 4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也是东北人 然后我现在在杭州工作 然后我听你说 你幻想过以后的生活 就是跟未来的另一半 喜欢两个人对面 然后做自己的事情 其实我曾经也幻想过 就是两个人在一张桌子上 然后我做自己的工作 你做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还给你挺像的 好的 好的 现在留灯的是 4号 8号 22号 上去灭着一盏灯回来 谢谢 谢谢 谢谢